你好,大家好,我是Den 2013年3月7号出道的五人组合女团Ladies Code 由于成员中有MBC选秀节目Vidian Tansing出身 也出演过《我们几年所有的困历》 与Mnet Voice Korea第一季转决赛出胜的一所奖 因此在出道前就收到了很高的关注 而出道区Napuniaja登上了音乐网站的周榜23位 音乐节目8位等成为童年出道的女团中最成功的记录 之后在9月发表的新曲Yepo Yepo 拿下了音乐节目的2位Melo年间排行83位 创下2013年出道的女团当中 唯一参加年末颁奖典礼获得新人奖的记录 而正当人气逐渐上升的2014年9月3号 Ladies Code在大修结束音乐节目的录制返回首尔的途中 车辆在永东高速公路突然失去了控制 撞向道路护栏 当时车上有Ladies Code五位成员 一名造型师以及负责驾驶的经纪人 在这次事故中NB因为碰撞时的冲击 被抛出车外 并因脑部受伤头骨骨折在现场离世 而Lise U-Sou-Jong则是失去了医势被送往医院 其他两位成员与经纪人和造型师 由于吸了安全带所以受的伤相对较轻 根据当时到场的急救人员表示 除了三名重伤的成员外 其他人都是自己走出了车辆 当时Lise被移送到亚洲大学医院 其他成员被送往高丽大学医院 而在事故现场已经没有生命迹象的NB 则是被移送到韩国天主教大学 在那里正式宣告死亡 随后移送到了其他成员们正在住院的高丽大学医院的殡仪馆 而成员Lise因严重的脑损伤跟腹部损伤 导致过度出血休克 在事故现场就失去了意识 之后紧急移送到亚洲大学医院 接受了长达11个小时的脑部手术 但由于脑部肿胀汗过度出血 血压急速下降 最终手术被终止 并转移到家户病房了 事故发生4天后 在从日本来的母亲和家人陪伴下 Lise离开了这个世界 两位成员的葬礼分别于9月5号 9月9号举行 接受手术 坐在轮椅的成员所将 以及其他两位成员都参加了葬礼 在这里让大家更心痛的是 发生车祸的2014年9月3号 是成员所将的21岁生日 在自己的生日 不只是遭受了重伤 还与两位跟家人一样相处的成员离别了 然后网友们也发现到 Lise生前在推特提到过 身为对内大姐姐 最想要照顾的成员是NB 让她独自待在任何地方都感到不安 如今在NB离开4天后 Lise也离开了 所以让网友们都非常心痛 在这个事故后 许多艺人们也表达了爱道 在9月第一周 拿下三大电台音乐节目 一位的西斯塔 每次发表获奖感应的时候 都会提到Ladies Cord 在SBS英基卡又发表一位后 播放了Ladies Cord的Unfine Thank You 代替了获得一位的西斯塔安科舞台 在选秀节目 Yudian Tense 担任Lise老师的一名 事故后 马上前往了医院 并哭着说 我曾是那个孩子的导师 童年出道的Pasty 以及曾与NB一起度过 另习城生活的AOA成员们们 与Lise拍摄过Lending Man的宇杰瑟 都前去葬礼爱道了 除此之外 也有非常多的艺人们 参加了葬礼 或者是在网上发完 爱道离开的成员们们 对了 2018年发表的Winner 第二张正规专辑的收录曲 Have a Good Day 是悼念NB的歌曲 这个悲剧是经纪人习惯性的抄诉 与成员们卫系安全带而引起的 事实上 早在这起事故之前 艺人们为了赶时间而抄诉的问题 就被媒体报导过好几次 经纪公司为了在艺人合约期内 获得更多的利润 就将行程安排得非常密集 因此经理助理们为了赶上行程 就会不顾一切的抽诉驾驶 当时这种情况真的是非常常见 在这起事故 失去女儿的NB母亲也感动了网友们 尽管她因为失去女儿而哭泣 但她也鼓励其他成员们 要加上NB的份努力前行 之后在2015年 成员们为了悼念NB 来到了NB的灵谷塔 但NB的母亲表示 孩子们明年不要再来了 忘记这些 现在开始好好为你们自己活下去 NB应该也希望这样的 比起离开的NB 更担心留下的成员们 然后在事故后 剩下的成员们因为巨大的打击 而一度想要解散团体的时候 理赛的母亲却成员们说 请不要解散 不要解散 继续要为你们的梦想前进 理赛也会感到幸福的 在事故5年后的2019年 三位成员们在一个综艺节目上 谈到了事故时的经历与情感状态 苏雄表示 当时她和Ashley共用一间房间 以为5位成员都没事 但发现看手机的Ashley突然哭泣 她才意识到了发生了什么 然后因为事故后她马上昏迷了 所以在精神上并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在车内亲眼看到 抛出车外的云币以及脑部腹部 受众商流血的李赛的Juny 与Ashley都留下了严重的心理创伤 这场事故是韩国娱乐圈史上 最严重的艺人交通事故之一 也是韩国娱乐圈首次发生的 爱豆交通事故 这次事件对韩国社会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大大唤醒了全国人民对于安全带的重视 而从那个事件之后 安全带的佩带率也大幅提高 也没有发生过任何一名爱豆成员 在交通事故丧生的事件 失去两位成员的Ladies Code 从2016年开始以三人组合再度活动 直到2020年2月与所属公司合约结束后 三名成员都离开了公司 Ladies Code也停止活动了 请观看 期待